前一場比賽都是負責抄到中華隊前場的定位球 對 定位球又來了第二分鐘 有沒有辦法一舉破門 那上一場比賽還沒有進 還跟了隊友們 老大哥們搭檔 那今年也因應在US之前 球隊也給他更多去打中後衛的機會 沒錯 那這樣看起來的話台電包含了紫銘 黃紫銘跟張誠陽其實蠻值得期待 停後卡住位置 楊朝錦在前面 不過這邊右側也有吳玉凡 選擇個人的盤帶下底後往裡面給 守門員在一個彈跳以後把這個球給接下了 很重要的今天要住其實前一場比賽 當然我們是在一次 其實全場沒有給巴林真正有威脅的 在小進區 在這個球門區卡位 希望也可以干擾守門員 守門員的後方 這球再往內做了以後 高冠宇頭頂還是被清開 但是沒有清得非常遠 這球再往內滾了 可惜可惜 再一次的角球 這台藝的攻門 這個球從遠駐旁邊插出 這個球其實中華隊 雖然失掉球權 但是也是趕快對人來做防守 不過後面有注意 這個速度非常的快 下底後 罰球距離裡面兩個對兩個 但是傳的球比較遠 反而是中華隊的機會 剛剛快攻上來 他們的整個隊型還沒有辦法 雖然有三個人上來 但是第四個還有點距離 所以坐回來的球 是在這個18碼的位置 如果還有人跟進的話 應該會有蠻不錯的 正面射門的機會 沒錯 打在他們沒有進攻了 不過也可惜 我們的人員是暫時往後側 比較偏向防守一些 說不定也逃不到太多的便宜 甚至稍早柬埔寨對這個 烏茲別克 身材上面 並沒有明顯的一個吃虧 當然在整個技術跟經驗方面 我們前 在這裡放槍啊 但是是也越位舉起啦 不過 並沒有設陣 這個是比較可惜 你如果打進去 那有沒有越位 那就是 我們幾個角球跟定位球 目前我們進攻 還是差靈門一角 對 今天可能 不太能寄望對方 向前一場球的自亂正角 對 要穩穩的來 做好自己場上的工作 喔 尼波爾這邊 在左路的一個進攻 投入3到4名人力以後 他們下敵 先被我們擋下 大家往前給 但是楊超錦的位置 前後都有防守球員 尼波爾今天的一個打法 看到還是 他們從中間要直接打開 我們中路的一個防線 應該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還是用他們的一個速度 做兩億的一個滲透 想辦法把球做回來 正凱一這邊 是位置上面 前後都有防守者 不過 碰到防守球員的情況下 是中華隊的一個邊線球 有了 陳凱一前一場也是先罰 打到應該打了半場 再做了調整 也是中華隊上一場比賽第一個 來做調整的位置 選擇先往後倒球 接近來到正中場 或是偏向進攻的角色 或許 在比賽的過程當中 他跟楊超錦 可以來 站起我們的進攻線 對 中華隊在這種 到時候進攻的時候 曹景可能在 他很難在正中路直接拿到球 他一定會先往兩邊去拉扯 然後去接應球 那這時候其實 高冠宇中間 應該就是會突上來喔 然後從中間 直接來準備接應 剛剛所提到 先看到這邊 一個調球以後 來到防守區裡面 再帶出 球高起來 後方 盧玉帆 有一個推進機會 但是高冠宇 最終過了兩名防守球員 第三名是有一點滑到喔 尼波爾的球員 今天都也是 會用一些 小條球的一個方式 然後來做他們的一個傳球 這當然在一般的情況之下的話 其實是高的 有離地的球 有時候你空起來 沒有那麼容易 可是在下雨天的情況之下 這樣子的傳球 其實是有道理 沒錯 他是受到這些 你的地面的因素的情況 情況會降到最低喔 前場比賽 可能一個單刀球 結果水多 你帶一帶球 跑到後面去 對 或是 定在 積水的地方 或是我貼地傳球給你 整個球數 就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是 那當然這個賽前的練球 三十分鐘 也是讓兩隊 來感受一下 最接近比賽正式狀況的場地 超緊的 再分到右邊 中球員還是非常的多 尼波爾九個人 站在 接近 18馬區附近的位置 是 好 這邊要退防 這球被斷掉以後 要趕快來退防 啊 尼波爾的反擊 又是交給 右路的7號 三明兒 塔芒 好 這邊 欸 叫 尼波爾的腳球 還進來以後 遠點 中華隊先碰到波球 還在發射區裡面 陳彥廷出擊 趕快站回位置 尼波爾 調球也是先被 中華隊給阻撓 兩個人比速度 哦 這球要補上嗎 沒 有 中華隊的3號 黃俊玲 中後衛的角色 但是他在持球的時候 有再往前推進喔 到半場之前 對 再觀察一下 接下來是不是 黃正宗教練這邊 希望啊 球隊趕快先拿下一些 這個保險的分數 比較安心喔 哇 這球有一點delayed到 對 中華隊如果說今天 選擇遠距離的常設 偏差比較多 中華隊如果說 今天 空著打的時候 這個局面 會來參與到進攻啊 嗯 那博勝也是 可能因為球隊的需要 在左後衛的一個位置 要由他來站 哦 這邊往 發球區裡面送 不過尼波爾 轉身以後再射門 在這個時候居然是先持得點的 尼波爾哦 第32分鐘 轉身以後 左腳在發球區外圍的一個遠側 尼波爾現在1比0 領先了中華 對尼波爾這個球隊 他那種球員的特點真的很像 明明比他大 大力不角 那我們成年隊那時候 在對尼波爾的時候 也會有一個狀況 比如說大家覺得 在中場 防守非常強悍的俊青 嗯 其實他面對尼波爾這種類型的球員 這種完全是敏捷型的 俊青在中場的時候 其實要抓他們 並沒有那麼樣的實難 哦哦,這邊又露到後方哦 來看一下有沒有辦法 把手下來三個後衛都回來 以後三秒塔芒再踢 右臂進了 哇 一左一右喔 短短的三分鐘之內 被進了兩顆球 這時候尼泊爾是2比0領先 對方一直都是少打多的情況之下 然後這次遠射 是打到門湄的下方 落地之後是我們不想要的那個結果 對 但是也不得不提這一球 也是短短的機 然後 我們還是要 打起精神趕快來回追 那教練現在 這個位置有點尷尬 出擊先把球往邊路清 那中央隊還有今天這場比賽 有很多次的情形是 我們球員誰要先去拿球 那誰要去卡位其實沒有交代那麼清楚 所以常常有兩個人都在看 對方球員他眼中只有球 他沒有想其他的事情 因為進攻方其實很單純啊 他就是去尤其是我在前面只有我 我能不能拿到的球這是關鍵 對 那反正中央隊這邊常常是你還是我 我想這一點上面如果不能夠一直有這種交代不清的狀況 不然的話真的 要往右側分 看一下並沒有越位 交球 曹景剛剛也是在扯邊的時候 看他在步伐的一個調整 那這傳中球 對方擋 來 還是中華隊的球權 喔喔喔喔 葉晶君碰了一下以後 喔喔 自己踩倒 再把位置卡下來 可惜 回門降 中華隊持續壓迫 嗯 全場的壓迫 但是右邊這邊有一點空啊 就是要給對方有壓力 你看這門降清出來 品質就不是那麼好 對左側 抬了一下再往下敵 左腳門前頂 需要第一顆進球終於來了 沒錯 壓超緊 在第四四 一比二 還有一顆要追 這個球 慢慢走沒有關係 對 等到你上來我再打腳 這邊右邊還可以再拿嗎 這是一次成功的傳球 哇 一路的帶 看到你如果來到罰球區裡面 再往回敲以後 換到左腳門前頂 有沒有越位 有沒有越位 助理裁判是適應 有沒有問題 哇 他在第八四分鐘 上面是頭頂進了第三顆進球 3比1 嗯 左腳右腳跟頭各一顆 再漏過去 轉身以後 好球 好球 超緊喔 嗯 超緊這時候也來到 正中鋒的位置 這個球下纏以後還沒有出界 這時候才出界 應該是中華隊的邊線球 邊線球 已經是最後一分鐘了 對 邊線球丟進來 往後彈了一下以後 門前再踢 還是第一波的防守 先擋下 有差啦 嗯 這個球直接轉身的左腳射門 但是在第一波的防守之後呢 強度已經沒有了 把守門輕鬆地把他給接下來 方誠陽 這個高空球停下來 但是尼泊爾 或許也不打算做太激烈的進攻喔 是 就把時間拖完 對他們來說 投入的人數也沒有那麼多 啊 在這時候呢 那的